今天可是传说局的机会啊 你知道那一桌表给多少钱吗 钱不是问题 关键是表能凑齐啊 万表流行力天书皆地气 大家好我是流行力啊 今天我们是在一个特殊的展览现场 因为这个展览史无前例 而且仅止一次 这可以说是史上最齐全的圆桌骑士万表展 虽说罗杰杜比这个顶级万表的鬼才品牌 一手打造了圆桌骑士万表 但是架不住喜欢圆桌骑士的藏家太多呀 所以这个展览上大部分藏品都是藏家手里拿来的 我们刚好可以借这个机会啊 见证一下当代的骑士精神 那咱们接下来就不说废话了 直接看表 眼福归眼福啊 但是不能上手 真想摸一下 还是忍着吧 得对着气把表拿出来的藏家呀 传统藏家收藏的 是那些大家都觉得好的表 但是面对罗杰杜比这样的新贵质标品牌 就显得无从下手了 传统藏家很难在过有的传统里找到判断标准 也是因为大众知道的少吧 再加上产量本身就小 吃不准将来别人看到了会怎么评价 但是圆桌骑士的藏家不一样 他们打破常规 就是那句话啊 No rules, our game 所以说这帮人是藏家中的新贵 新贵中的藏家 还是说表吧 这些表啊 就是新贵藏家俱乐部的入场券 会员卡 收藏万表最安全的是收藏顶级 但是顶级之上是超级 在很多表演里 顶级万表就是天花板 但是作为顶级万表里的鬼才品牌 罗杰杜比提出了Hyperology 咱且翻译成顶级万表 或者叫顶级智表吧 一般顶级万表 我们用欧多罗河之意表示 顶级万表的权威认证之一 就是日内瓦印记 它代表着顶级做工 位于日内瓦产区的罗杰杜比 自然少不了这个认证了 但是光做的顶级还不满足 因为世界上有那么一批 桀骜不驯 超越极限 果敢无畏的人 他们不满足于固有的智表传统 要打破常规 活出自我 罗杰杜比就用超级智表来回答 尊重传统智表 但用远见 勇气和精湛技艺 打造特立独行 和决然现代又超前的超级万表 把骑士精神折叠成王者之剑 顺便说一下 圆珠骑士属于罗杰杜比的 Excalibur系列 就是王者之剑的意思 而且专指亚瑟王的剑 亚瑟王的故事 其实是一个传说 它之所以流行 其实是反映了人们对某种精神的渴望 自由 忠勇 无畏挑战 智勇比肩 还有慷慨浪漫 你看 这是不是人们对理想人物或者是英雄气质的投射 顶级工艺有了 做到哪一步才算是超级万表呢 圆珠骑士 它手创了震撼工艺 基本上都是传统常家想不到的 比如金雕啊 莫拉罗玻璃啊 莫玉啊 大马士格钛啊 还有low poly art 低多枚型艺术手法 玻璃拼图 蓝宝石 表壳环圈 等等等等 下面咱们就盘点一下 一代到七代 直到今天刚刚发布的新款圆珠骑士 陀飞轮万表 先看看从初代目圆珠骑士 到第七代圆珠骑士 这些英雄至甚的神器都是什么配置啊 第一代 2013年圆珠骑士 圆珠骑士们心中留存着一个真言 勇敢 慷慨 用法郎镶嵌的方式 表现了专为亨利八世制作的 摆设在温切斯特城堡大会堂的英王项目圆珠 配色呢 是象征着都督王朝的绿色和乳白色 罗基路比这些壳形啊 有着标志性的忠制表尔 表圈特意留下了骑士的剑痕 这是勇气的象征 亚瑟王和他的骑士们的冒险历程 开始于一次圆桌前的集会 英雄们上路了 第二代 2005年初的表盘上用了墨浴材质 匹配的骑士改了材质 你觉得什么材质配墨浴才完美啊 对了 古铜 墨浴的优点就是表现崇尚胆识 而且敬贤理事的高尚美德啊 白金底盖上 镌刻着梅林法师所宣告的庄严实验 第三代 改用玫瑰金表壳了 表背的蓝色钝形徽章 装饰着金色王冠 致敬圆桌骑士们的英雄气概和高贵气节 勇敢 慷慨 还有纪律 这些机芯啊 基本都是罗杰杜比资产的RD821自动上显机芯 这也是罗杰杜比最强悍耐造的机芯 所有圆桌骑士的表背上都刻有六字真言 当然是圆桌骑士的六字真言了 第四代 他突破了常人的想象方式了 打造出果敢坚毅的气质 灵感来自传说中的阿瓦龙岛 亚瑟王的宝剑就是在这个岛上铸造的 他用了low poly art的手法塑造了圆桌骑士 这里有两个知识点啊 一个是法郎 一个是low poly art 低多倍性艺术 法郎相信你不陌生了 指的是在金属表面上涂附幼料的工艺 但是你看这个表盘 法郎是切割出来的法郎块 这个工艺可以说既传统又陌生 你说的传统吧 是因为法郎块是宝石的前身 早在古埃及宝石还没有出现的时候 法郎块就是装饰王冠的祖母绿 红宝石或者是蓝宝石吧 你会问为什么不用宝石 来不及啊 这么桀骜不驯的设计 要配上多种切割的宝石 也说不定罗杰杜比真的在弄啊 不过这个让宝石商们忙活一阵子 咱们就不等了啊 看看第五代吧 这就是第五代 圆桌骑士原来是拖腊法禁调 现在是low poly art 低多变形艺术 这个低多变形艺术啊 本来是用在电子游戏的三维模型和场景的 它的优点是什么呢 传播速度快 而且游戏者容易辨识 后来人们发现 这种手法打造的形象很酷 所以扩展到游戏之外的艺术和设计领域 第五代 圆桌的宝石改成红色大块法廊了 骑士还是那个low poly art 说改就改 但还是空前绝后 限量28枚 超级眼表还意味着 用勇气 远见 卓越的技艺打造 注定只能少数人欣赏和拥有 OK 时间关系 这一期就先剪到这里 欢迎大家一键三连留言互动 订阅我的频道啊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